我們決定要規劃開放10個定期航班的航點 那這個比較優先的這10個 包括深圳、廣州、南京、重慶、杭州、福州、青島、武漢、寧波、郑州 這幾個 其次呢有一些地方它未來可能有一些適當的時候有特殊的需求 但是目前還沒有到那個 來恢復定期航班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也同意他們可以來規劃進行包機的這個業務 總共可以有13個航點可以來規劃申請包機 那包括瀋陽、無錫、海口、長沙、西安、濟南、合肥、南昌、天津、溫州、大連、桂林、徐州 那麼定期航班的航點的規劃呢 我們從3月10號就明天開始實施 那麼包機航點我們會請交通部儘速在近日之內來公布執行的這個細節之後 我們就開始實施 剛才所報告的這些航點的這個推動呢 我們是綜合考量各方面的這個因素 那我們當然包括了大陸方面他們提出的26個這個航點的這個建議 我們也把它考量進去 那麼這個是展現了我方最大的這個善意 在政策上我們也確定清明節的時候 之前我們要開放小三通的客運中轉 那執行的細節呢跟配套的作業 我們下個禮拜我們陸委會會再做公布